那再来讲到土条 黄世修 我们这几天其实不是只有一些人接 不然我自己也接到他的电话 就是打手机 所以我们也都质疑说 他有两只哦 7700 有两只请大家看到的话 我是无法克制我就直接按掉了 那但是听说是你就让他讲完 这样他才会算钱 我今天早上听我住在新北市的朋友说 他们在新北市也有接到电话 是全台湾都接到电话 他哪来那么多钱啊 所以呢他自己对媒体讲 讲说他自己靠小额募款 跟自掏腰包几十万 我告诉各位观众 我们有选举经验的人都知道 光是以我啦 过去曾经就是说在选战的过程 市邻北投 这个光是这样子的一个选区 我们光室内电话的这样拨打 花费就要超过15万了 他这次好像还有打行动电话的样子 所以这个操作下来 如果假设全台湾都有民众接到手机 包含室内电话的状况 我们去估价起来至少超过数百万元以上 他哪有那么多钱 他这几年也没工作啊 是 所以他自己讲说他靠小额募款嘛 那我们就在这边质疑啊 你凭什么用小额募款 我觉得这个你到底是用个人的名义募款 还是你是用什么样子的协会 什么样子的团体的名义 来做这些募款 如果是你个人用小额募款 这个是违反 这违反公益券募条例 没错 因为这也不能用政治现金法 对 你用不是候选人嘛 所以你凭什么可以自己小额募款 我觉得这个部分在法律的部分 他自己要说明清楚 甚至都要把他调查清楚 我觉得如果假设他是要透过这一场公投 来蹭他的声量 来为他自己想要参选来做铺路 这个是非常不恰当 而且可能会去违反 我们台湾法律限制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大家要把他理清楚 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是希望 就是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明天就要投票了 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的台湾人 都应该透过这一场的选举 让我们全世界看到我们台湾人民的意志 这个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想很多这一段时间 对台湾很友好的这些国家 包含美国 日本 我们美日同盟 包含欧洲的国家 他们对我们这个公投的选举 都非常的关注 所以我们用我们台湾民主价值 这样子的一个人民的意志 来展现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看 告诉他们 我们台湾就是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 我们不要被中国继续的来干扰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一个独立民主的民主摆 这个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这个派民主要是选举一个博家